血库告急 桃竹苗地区一天要用到1100袋血 但是每天募集到的血量不到500袋 尤其最缺的就是O型血了 那么目前血量是只够用5天 北荣新竹分院是选在今天情人节 号召了超过150位的医护人员 晚起衣袖捐出热血 晚起衣袖血躺在躺椅上 北荣新竹分院响应血库缺血危机 号召全院医护超过150人 共同来捐献热血 全排的整个的一共血量 在春节过后都失出相当危急的状况 严重的时候O型跟A型 还不足到一天的血量 造成医疗上面的一个困难 这段时间我们已经积极的在寻找 这个新的血源 新竹血库闹血荒 因安全量要7天 目前只够用5天 以O型与A型严重不足 全台人口血型又以O型最多 桃竹苗一天要用掉1100代血 每天募集到的不到500代 远不及需求量库存严重不足 而北荣一个月会用上400代血 特别选在充满爱的情人节 发起捐血 不论医生、护理师 还是行政人员都来响应 有的人第一次捐血 说能直接帮助到病患 觉得很有意义 院方也表示 捐血能促进血液循环 有益身体健康 大家没有养成捐血的习惯 应该是对于捐血的恐惧 但是今天我试了之后 我发现其实基本上 心情是愉悦的 医学临床的一些研究显示 民众其实定期的捐血 其实有益身体健康 那特别是台湾的血库的库存量 长期不足 所以经由今天的这样一个活动的举办 那碧院也决定 后续我们要长期定期的跟 新竹捐血中心做一个合作 来举办这个捐血的活动 天气转凉 心却是暖的 北荣也准备院内精神障碍者 成立的甜心小铺手工饼干 送给热心捐血民众 呼吁大众一同来为血库贡献 缓解缺血危机